而受到了疫情影响 花莲市原定今年举办的联合捕鱼剂 因此取消 改由各部落来自行办理 而为了避免群聚可能衍生感染的情况 不管是西边撒网 或者是路上去为撒网活动 也都被迫取消 仅以祈福传统技艺来感谢祖林 并期盼疫情尽快消弭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 花莲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联合捕鱼剂 也因此取消办理 改由各部落各自举行 大多数部落也以祈福仪式 向祖林禀告无法举办捕鱼剂的原因 而有些部落则在仪式前两天 就先自乡下的西边撒网捕捞吴郭鱼 并准备了毒论等食物 让来参加捕鱼剂的族人可以打包带回 那今天看到我们头目的领导之下 这么多的妇女 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缅怀我们的祖先 一来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祖先的智慧 二来我们要耿求我们的祖先 来祝福我们所有的部落的族人 同时也耿求我们的祖先 这个疫情这么严峻之下 尽快尽快的离开 那也希望说因为这个传统的礼祭典 希望说不要去给他遗忘 那宝干部落是我们十二个部落里面 人口数最多的 所以特别市长跟我们肖代表跟我来这边 看一下他们祈福我们所有的部落 能够疫情赶快结束 让我们补育剂 我们的族人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来年能够年年有余 市长为家前日前 也特别前往吉保干部落和头目等人 以祈福一事感谢祖林 并向族人说明未能举办联合补育剂的原因 那我们也真的谢谢平日非常辛劳的一个头目 还有所有的族人们 能够在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刻 还继续办理相关的一个补育剂活动 能够让传统的习俗继续延续下来 也让族人们能够有一些聚集 然后分享这段时间的一个生活经验 那我们再次要谢谢头目 那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乡 回到自己的部落 继续为家人打拼 虽然男人没有下水撒网捕鱼 族人无法并捉同欢 就连大家最期待的席边撒网竞赛 记录上趣味撒网活动也都被迫取消 但大多数的族人还是可以认同 透过祭典感谢祖林彼游大家的健康 也期盼疫情能够赶快结束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